周六西甲,628华伦西亚对侯尔斯卡 华伦西亚上季只取得西甲第九名,在欧联则被阿特兰大淘汰,16强止步 来到新赛季,华伦西亚在西甲头两轮,分别在主场击败利云特及作客不迪切尔达表现不过不失 队中前锋麦斯高美斯在此两将军有入球,脚风颇顺 另外,华伦西亚在上季主要是靠主场取分,19轮联赛主场紧败一仗,而今季两轮比赛也能在主场取胜 故此,华伦西亚是逆座阵主场,加上球队的班底不竟比星班马侯尔斯卡红厚,故性算较高 另一边商,侯尔斯卡上赛季夺得西越冠军,今季得以重返西甲 球队联赛首轮作客逼和维拉利尔,次轮则主场以零比尔不敌和卫星班马迪卡迪斯,两轮不升 侯尔斯卡现时联赛两战一和一负,未尝一胜,状态欠佳 此外,他们近两次与华伦西亚交手军告败阵,更甚是上次交手更是在主场以二比六的惨败 侯尔斯卡此番作客实力不足的华伦西亚,似乎难记口望 主客和,华伦西亚主性,直播